若望福音 第十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不由门进入羊站 而由别处爬进去的 便是贼 是强盗 由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给他开门 羊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 并引领出来 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 就走在羊前面 羊也跟随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绝不跟随陌生人 反而逃避他 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 他们却不明白 给他们所讲的是什么 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 都是贼和强盗 羊没有听从他们 我就是门 谁若经过我进来 必得安全 可以进 可以出 可以找找草场 贼来 无非是为偷窃 杀害 毁灭 我来 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 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我是善牧 善牧 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 庸公 因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一看见狼来 便弃羊逃跑 狼就抓住羊 把羊赶散了 因为他是庸公 对羊漠不关心 我是善牧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我并且为羊 舍掉我的性命 我还有别的羊 还不属于这一战 我也该把他们引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这样 将只有一个羊群 一个牧人 父爱我 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 为再取回他来 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 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 我有权舍掉他 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 这是我有我父 所接受的命令 因了这些话 犹太人中间又发生了纷争 他们中有许多人说 他附魔发疯 为什么还听他呢 另有些人说 这话不是附魔的人所能说的 难道魔鬼能开瞎子的眼睛吗 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 正是冬天 耶稣徘徊于圣殿内 撒罗满游廊下 犹太人围起他来 向他说 你是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 要到几时呢 你如果是墨西亚 就坦白告诉我们吧 耶稣答复说 我已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相信 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 为我作证 但你们还是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我赐予他们永生 他们永远不会散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中 把他们夺去 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 超越一切 为此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将他们夺去 我与父原是一体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砸死他 耶稣向他们说 我赖我父给你们显示了许多善事 为了哪一件 你们要砸死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为了善事 我们不会砸死你 而是为了亵渎的话 因为你是人 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 耶稣却向他们说 在你们的法律上 不是记载着 我说过你们是神吗 如果那些承受天主化的 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 而经书是不能废弃的 那么 父所著圣 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 因为说过 我是天主子 你们就说 你说亵渎的话吗 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 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若是我做了 你们纵然不肯信我 至少要信这些工作 如此 你们必定认出 父在我内 我在父内 他们又企图捉拿他 他却从他们手中走脱了 耶稣又到约旦河对岸 若汉先前施洗的地方去了 并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 若汉固然没有行过神迹 但若汉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许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 一切都没有行过神迹 二分钟 是